消費者因為要移住 常常發生賣相的交易結婚 想常常看到的就是 高處跟關本選團的情緒是不符合 為了講解消費交易的風險 小部會今天公佈了 移住賣賣的企業數的緩分 經濟規定建築要有利用的保障 當時占對新處檢視的部分 賣方可以保留總結是5%的經驗 但有開始的部分處理好 再來附有建築 在這段新規定最快是每年立結婚 開始試試 豪華起牌大天 出來空間是看人人 這是預售屋一般給人印象 不過完工之後的新處 若是跟預售屋 或是公佈內容 有免許的清朝 或是看店 若是違反公平交易化的公佈不熟 業者需要六塊金以外 賣方可以尊重新的新處 賣賣客要換本規定 先保留總結15%的費用 但修理嚴修萬一之後 才又會更傷 那個5%是說 如果將來驗收 那民眾發現說有一些瑕疵 那他可以請建商去修繕完成 在那一前 不要發現有建築收集在後 除了不起錢的款式 為了保障北方的觀念 有受處也就要辦理由保障 由金融機構付出現報 但不以建築不付出 買方之前立錢 還可以跟金融機構拿回來 譬如說100億的話就有100億的這個 可能不一定是資金 反正就是他的財產有在銀行 那銀行願意幫他出去這樣的一個保證 那萬一說這個建商倒了 那消費者他付了多少錢 他就有辦法從這個金融機構手上 要回這個金額 這是個來頭一篇 前面有受處所有理由保障機制 有強制性 以後建商都要尊重新的環境 來自動客戶 不過這個環境 經過內政部講到八個月後 趕緊明年幾月就能開始試試 記者綜合報導